當日我們一起看WATCH US PLAY的RULES 看完之後大家的反應都一樣 蛤? 有什麼好玩嗎? 哈哈哈哈 大家好,歡迎來到卓右講玩卓右的時間 大家好,我是Andy 你好,我是大家的節目主持人 大家好,我是Yun 喂,是不是要播一些背景 因為我去搶一搶這隻遊戲 好啦,我播給你 OK啦,不如我播真了,你不要亂了 這隻遊戲就是Challenger 那我們很簡單去歸納這個遊戲 就是一個自走棋 對啦,自走棋的Block Game版 那怎樣玩? 不如由阿金你介紹一下 好啦,大家手頭上會有不同的手牌 對啦,六張啦,大家上面都是無意 純粹是大號碼的 其實遊戲的過程中,我們會有三搭 有六個軸,有五個軸會洗進去做牌庫 而牌庫有分三搭,有分A級,B級和C級 隨著遊戲的進程中,就會加些A牌 加些B牌,加些C牌 令它的褲子越來越厲害 基本上A牌是最初級的升級 C牌是最厲害的那一搭 而砌爹的過程,你可以任意把手頭上的手牌 是勾遊戲,可以任意製造你的牌庫 玩的時候,另外你會收到這個進程表 根據不同的角色就會派 例如說三、四人 就會跟他們說,今場要對哪個比賽 打的時候,就會對對應顏色的Match 坐下對打 遊戲其實可以支援八個人 但從事其實是八個人分開二對二打的 但從同一個時間 即是四場卡遊戲對戰會進行中 好啦,當對戰的時候 大家把自己的牌庫就洗好 我這裡有一副Starter不用了 我先用這裡的Dead去用 大家就各坐一邊 然後就會自走棋舞 洗完之後我就揭一張牌 上面的號碼就代表了這次的攻擊力 大過對面的就會拿到這支騎士擺在這邊 所以就做對面了 好,接著自走棋就是Topdeck mode 相信自己的牌組 然後你就會揭開這個號碼 你會揭到什麼時候才完呢 就是當你的數字加起來 是大過或是等於對方的卡牌的話 你就可以搶去那支騎士 我二不夠了,再繼續開 都是二,再開了 然後放進一 等於我下班了 那Andy副Starter就會只看他最頂的牌 之後他揭到等於或是大過一 他就可以搶我支騎士 對,以此同時 因為我第一次出戰的陣 就輸了,就放在座位置 而每個人的座位置有限只有六個位置 怎麽為之原來一個遊戲呢 就是當我出了牌 是拿不到支騎士 就是抽乾了座位置都拿不到支騎士 或者我被人打敗了 而我的座位置已經滿了的情況下 我就會輸 那誰拿到支騎士呢 就會拿到對應有回合的分數的獎盃 而背後是有一個獨立的分數的 遊戲過程之中也有機會拿到 有些卡牌拿到分數的 那遊戲怎麽為之贏呢 是當打了這麽多局之後 拿到最多星星那兩位人 再打多一場 誰贏就勝出這個遊戲 補充多一點 就是剛才坐座位置的位置 座位置你看到有六個位置 但如果相同的卡名是一樣的話 只會佔一個座位 所以你的座位卡 如果越多是同名的卡 亦都會有優勢的 對 而且每一張卡都會有不同的技能 或者有些卡牌會穿 或者當牠拿到支騎士會穿 或者會放在座位置穿 而牠有六個族 而每個族都有牠獨特的玩法 所以就是一個很有趣的遊戲 再補充多一項 就進入我們的評價 另外它會有一個叫機客人族 當你想自己跟自己循環的時候 就可以跟獨立模式的人對打 有一個人就當自己砌的對打 或者當你的人數是單數的時候 這個機客人都會幫到你 沒錯啦 遊戲就是這樣啦 好 先說一下遊戲的感想 我先說一下 你先說一下 我也想爭著說 先說一下 這遊戲比我們最大的遊戲的感想 就是當日我們一起看 WATCH US PLAY的規劃 沒錯 看完之後大家的反應都一樣 蛤? 好玩嗎? 大家反應是一樣的 但玩的時候就不同了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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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有這樣的氣氛所在 這遊戲為何會有這麼大的反差呢 就是遊戲裡面 自走企對戰的位置 是很有這個卡牌對戰的感覺 而這個卡牌的構建的位置 大家其實都是在組裝 就著大家抽到的不同的升級卡 會組裝一些不同的組裝出來 進入自己的牌組 大家都會覺得自己的敵人很厲害 是 有一種很厲害的感覺 接著就跟對手 好像真的去街場 跟人打敵人的感覺 是很強烈的 這個是我覺得這遊戲 帶給我的最大的感覺 所以就說它有自走企加 這個Minenium Blade的感覺 對 而且你不要說 我抽到什麼就踏了我的貨戶 就好像很失敗 其實不是 它有一個很好的機制 就是你每次抽是會抽數張 這樣你有權可以儲存手上所有牌 再拿回五張 再拿回那麼多隻 再選擇 所以變相上 當然你累完兩次 你都是收到 可能都是垃圾手的 幫不了你 但其實牌不是每隻都那麼差 一定會撿到一隻 是落到你的貨戶 而用得著的 所以其實砌下去 真的很考慮你的貨戶的味道 你考慮 有幾樣東西 很不同的大面上去考慮 除了大面上去看看 你的攻擊力夠不夠 可以打到對面之旗之餘 你再想一下 你的座位置夠不夠 因為不夠座位置 太多不同種類的牌 你會輸 但是你又要再加上 你怎樣去保持著 你哪一隻出戰 去怎樣編 因為編完那些 是會勾著 你不會再拿回那些牌 但是那個位置 就是要有一個取捨 因為一張都好像很厲害 但是原來這張 這張又可以 但原來這張 另外B卡 那張又可以 那我選誰呢 還有 因為大家一起對戰 你都聽到旁邊 偷在旁邊 嘩 這個座位置好啊 很厲害啊 好厲害啊 有勢 你蓋補啊 那我就想倒進去那座 下場我就對他 然後就倒進去 然後變成 每一場都有 吹捏的味道 令到座位置越來越厲害 好像在打拖羅文的感覺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完 打完之後 就看我旁邊都喊了 搞錯了 那個氣氛是非常之非常之好的 那讓我講一下 我覺得這隻遊戲 因為大家剛剛看了怎樣玩 其實就是揭牌 真的就這樣揭牌結算就完了 不需要很麻煩的操作 但是你很有打拖的感覺 就是很簡單地有一種 要用洋獸去打拖的玩法 我相信自己的褲褲褲 我剛剛好 數字跟對面一樣 那一刻就踢到對面 就會有整天這個時刻出現 那這些就是玩這隻遊戲 是刺激的位置 而且大家如何組裝完自己的褲褲褲 你對自己的褲褲褲有自信 我覺得這個褲褲應該就可以了 那實戰能不能用出來就成功了 而且卡牌設計也很有特色 有些卡牌可能會有副效果 放一些垃圾去找褲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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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褲 可能要前期要故意去輸掉 去增加新增加後期的優勢 有些不同的玩法 這個同意在卡牌設計上 我覺得它有點心思 大家會說要保持增加面 它有些卡牌是增加的 但有些卡牌的效果 也可以把增加減少 但通常它的攻擊力不是太高 亦有些比較難去觸發 例如我可以在庫增加減少 去把自己的增加減少 令到自己想要的攻擊力一定觸發 這些亦有令到你的運氣成分 降低一點的感覺 讚完玩的遊戲 也要另外讚它的操作 因為它的操作 不要介紹這些紙版 正常教功課 還送四塊玩法 玩下去不得 其實真的不得不賺 我覺得打擊的減少 儀式感 拿出充滿減少 這件事非常重要 有多充滿減少 就是有這樣的儀式感 還有它的棋子 不是純粹的紙版 是有一個很厚度的膠 還有兩邊給你摘先後 另外它還有這個卡座 這個其實是給我剛才所說 每個有三副ABC 它都每個獨立的卡座 抽卡和你不要的牌 每件事都可以做到 基本上要的東西都存在裡面 所以其實喜歡玩 輕輕鬆鬆打擊 很有刺激感的 其實這隻刺手絕對要留意的 那會不會有什麼彈的地方呢 是有的 雖然很喜歡的人就會很喜歡 但是這隻遊戲脫掉的成分 絕對是不能夠 雖然剛才Andy說 也有辦法砌 但有時候抽不到就抽不到 因為每次都是揭面 很多你能夠做真的控制到的東西 就是砌那一刻 有時候如果你抽到 正如我剛才都說過 我抽完那張不要 再刺激感 再拿那張上來 都是不適合的 那抱歉了 你的那一刻的優勢 是會這樣減少很多的 另外就是重換性 雖然它有六個軸 每次花五個 其實都是拔一個走 變相你玩得多幾次 其實在卡不多不少已經看到了 在乎你那次是不是那張牌 砌下去那一刻 我如果想玩多一點 我反而想是 叫不叫缺點呢 反而是優點 我會想追去Expansion 去看看究竟它還有什麼可行性 這個我已經確定了 是會出Expansion的 那一定是會買的 這個就是它的鼻力之處 另外我也提一提 其實這隻遊戲 我們在Ice Tower的主持 給它兩分 十分不給兩分 就知道它有多真正的遊戲 那它真正的遊戲的位置 其實就是我們看完教學之後 高咀的地方 就是說 那我為什麼要玩 我紮卡紮實就行了 這些東西都不是我控制的 Kidak面的 然後抽卡又是抽卡 買什麼卡進去 我買不到就買不到 那我控制什麼 然後就這麼麻煩 我要做它 到處換位去換位 不如一起玩一堆式遊戲 算了 鬥大贏了就算了 我不是太認同的 但我相信那位主持是 非常黑仔 沒有辦法 但我建議他再玩一堆式遊戲 你絕對玩出我剛才的那種興奮和味道 是的 如果你是一個很不喜歡 玩遊戲的人的話 這隻可能你就會有少許黑感覺 是的 大概推介些什麼人 我覺得你有在這個心裡面的話 這隻遊戲怎樣都一定要試 我曾經說過 其實曾幾何時 Minerium Blade是我的 即是Top 12 而這隻絕對給到 Minerium Blade的味道 還要爽快快很多 我希望它自己的廣場除了家族之外 還可以加上場地效果 加上角色一樣 那就是百不治療 Ian 有沒有補充 我覺得這些遊戲 大家喜歡砌跌 但又不用太用腦去玩這副跌 就是用搶一手砌跌的過程 現在真是這個新世代 打跌 打跌自走 不自走棋 不自走棋 是自走跌 沒錯 今天我們介紹的就是這隻 Challengers 如果大家也有玩過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你自己的感想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 你看我們說得多興奮 是不是很想試呢 是不是很好玩 我覺得改造 真的很好玩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Like、Comment、Shar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等著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很開心一起可以在Discord裡面 聊天遊戲 挑選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夾我們 我們下一集再見 Thank you bye bye 繼續再見 下面 散開